昨天先祝各位身體健康、蛇年進步 看看新聞的詳細內容 有市民去到大埔臨村許願殊祈福 也有新界村民安住習俗燒炮獎 爆竹一聲,除夠稅 有新界村民安習俗在門前和池塘前面燒炮獎 也有人去到大埔臨村拋保蝶許願 除了考功夫,還要有恆心 大年初一早早,不少人去到臨村許願樹 拋許願點心子,為整年祈福 有市民說,來了三十幾年 今次專程帶孫女來 都是一樣,大家合家平安 身體健康,聰明伶俐 奶粉方面呢 奶粉方面不休,媽媽會想 也有在香港讀書的內地學生來許願 我是希望能夠在香港找到一份比較好的工作 想要以一些願望成真都有一些秘技 有臨村村民就教路 可以將一張許願寺捲碼一條 這樣就可以減低封鎖 成功率都會高一點 臨村今年舉辦的香港許願節 本來有一座高三十呎,用鋼筋搭乘的風車 大會說,因為有村民認為風車影響風水 所以在上個星期已經拆了 但相信不會影響人流 預計會有一萬人來臨村 無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道 記者黃曉瑩還在大埔林村 中午過後之後,來許願的市民還有沒有多了呢 雖然今早的人流不是太多 但現在這個時候,陸陸續續都有不少市民來到許願樹這裡 拋個補蝶,取回新年願望 較早的時間,處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來到林村這裡 寫了一張安居樂業的揮春 也點了一個平安燈為香港祈福 她見記者的時候就說 這個政府來年會積極改善社會的氣氛 但首要條件都是要先發展經濟 恭祝大家在蛇年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現在拍拖的朋友 沒多久就是一年一度的情人節 希望大家早點能夠結婚、生兒子 為我們香港的下一代取得分力 特區政府一如既往 既是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也都會開拓經濟 有了經濟的發展 我們會很致力改善香港的民生 說回交通那一方面 大會和往年一樣 都是安排了特別巴士路線 由大埔區港鐵站 直接可以車市民上到臨村廣場這裏 市民可以留意 我們在這裏報導是這裏 先將時間交回新聞報 好,踏入蛇年之前 不少市民去到年宵市場 希望買到便宜貨 有乾貨的攤檔就說生意相當之好 但濕貨攤檔就要割價傾銷 三十萬一盤,五十萬兩盤 要錢不要放 維園年宵市場清晨 仍然有當主進最後的努力推銷 市民也都希望撿到便宜價年花 影夜過後,攤檔已經大鬥發 最後十個 五十萬兩盤,五十萬兩盤 最重要是同時間競賽 四年快樂,身體健康,萬事盛義 蛇年主角繼續有捧場客 有賣蛇型公仔的攤檔大豐收 價錢因為我們越來越少貨 所以怎麼會加價 希望最後雖然我們加價 都買得全收的貨 蓮花攤檔就要一減再減 另外有不少善信去到黃大仙慈 趕在梓時上投注香 黃大仙慈建議每人帶九支善香 不要帶大型的製品 黃大仙慈在新春期間 會延長開放時間 宿舍的市民初二可以免費 進入太歲元神殿 又預計在整個的新春期間 有六十七萬人次到黃大仙慈 無線電視記者五位為報道 謝謝大家